大家好,我是月神王编辑总监学良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百达斐力5180镂空表 那就我个人的意见 我觉得这是业界最美的一款镂空表 那主要的原因 第一个在于说 一般的镂空表为了要顾及 它的机芯的通透度 所以通常都是采用所谓的手上链机芯 因为自动上链机芯 它会有一个半圆形的自动盘 占了几乎二分之一的面积 所以它会挡到机芯的欣赏 那这一款5180最大的特色也就在这里 它采用了这个240超薄机芯 因此你从侧面来欣赏的话 你会发现这款表非常的鲜薄 而至于翻到表背的部分 你就可以看到它240机芯 著名的这个所谓的微型自动盘 就称之为珍珠陀 那因为它只有这个整个面积的四分之一不到 因此在视觉上也可以让整个机芯的穿透度 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 那这不只是一款这个镂空表 它其实在细节上 每一个支架的部分都有非常华丽 非常细致的金雕 如果你从正面来看的话 第一个最醒目的就是在于 这个1点钟到2点钟方向 这个发条和上面的这个卡拉刷法 这个十字的这个金雕 那至于6点钟方向 你则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百轮的部分 9点钟方向可以欣赏到它的自动盘 那表背的部分呢 当然重心 视觉的重点就会落在它微型自动盘上面 而且在自动盘上面 你也可以看到它上面有许多非常华丽的金雕 在这上面 那它这个百轮的部分呢 它是采用了这个砝码配重的微调方式 因此在这个百轮的四周 你都可以看到非常这个精密的 这个砝码螺丝在这上面 这也是它机星的一个赏玩的重点 而且呢 它在机星的四周围呢 它也采用12个这个玄空的这个支架 来代替它的石标 那整体来讲它的艺术工艺的这个表现度呢 跟一般市面上所看到的镂空表比起来呢 算是又更上了好几层楼 那它的链带的处理也非常的细致 它乍看之下是米兰带 事实上不然 你可以看到它总共有16节的这个链带 所构成的非常细致的一个K金的一个链带 那因为它做得非常非常的细 所以在佩戴上其实非常的柔软 非常非常的服贴 这也是这一款表的另外一个特色 那它的定价在台币呢 300万02000 那算因为它算是属于这种工艺类的表款 所以呢 跟一般的腕表 虽然它不是复杂功能 可是在工艺表现上面呢 它是有一定的艺术价值 因此定价上面也会稍微高一点 那所以如果是表王百达菲利的爱好者 那追求的是一款博物馆等级的收藏品呢 我想这是一款蛮值得这个好好了解 联系好要关注的一款 公益类腕表